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出现这样一个狭窄 所以找到病因很重要 那么针对于打鼾这一个疾病 我们所设置的手术有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是针对不同部位的狭窄 针对手术 所以说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下颌骨比较小 这种先天性的病变畸形 也会导致打鼾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狭窄部位 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粗险地了解这个情况 因为为什么正常人我不打鼾 但是有的人会打呼噜 是因为他上级道狭窄了 狭窄我们手术的目的 就要把这个狭窄的地方给它扩开 当然除了手术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守的方式 比如说用睡眠时采用呼吸机的治疗 这是一种内科保守的方式 它通过气流传递一定压力 把我们狭窄的地方给它扩开 当然这种治疗方式 我们叫治标不治本 就是你在用机子的同时 你的问题解决了 假如你不再用呼吸机的话 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主要是这两个区别